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傅政华落马相关事件 北京时间十月二日中纪委国家监委宣布 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华尔街网报已在第一时间为您进行突发报道 此前中国媒体披露傅政华曾经在北京公安系统任职期间 参与调查侦破一九九六年运钞车抢劫案 一九九七年白宝山案门头沟袭警案黄光玉案等多起大案要案 有趣的是一九九八年前后傅政华副公安部刑侦局任职 期间参与了多起比如马家爵案等大案要案的侦捕 而二零零五年又重返北京公安 先后任党委委员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党委书记副局长 后又升任局长担任政法委副书记等职 根据此前中国媒体的报道 傅政华上任后宣布三个凡事的规定 说凡事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的 一律给予行政开除处分 凡事泄露警务工作秘密 违法办案办人情案的一律是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凡事打听案情说情托人接受痴情接受财物的 一律是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当时傅政华说今后谁在收钱捞人就坚决开除 谁在打听案情办人情案关系案就坚决处理谁 又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执行纪律没有例外 不管过去功劳有多大能力有多强资格有多老 违反铁规铁记的一律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此外此前中国媒体对于傅政华也多有报道 二零一四年的时候根据中国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在新年之夜配枪在王夫井大街巡逻 被随行的记者以及市民认出 当时记者提出想要合影的要求 不料傅政华竟爽快地答应了 并和其他正在拍照的人说不要着急 有一个市民想和傅政华合影 傅政华开玩笑说市民应该与旁边高个子的一位帅哥特警合影 熟悉傅政华的人说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唱歌 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傅政华还有微服私房突击检查的习惯 神出鬼没行踪不定 没准什么时候就出现在自己身边 西城区的一位派出所所长这样描述傅政华 也有熟悉傅政华的人说 有时夜里十点多突然来电话 傅政华说我人已经在楼下了 要跟你聊聊案子 有的时候他中午路过家 也一定要下楼吃饭谈天说事 有趣的是傅政华上调公安部又转战司法部 退居二线后才真正落马 而在今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公开信息显示傅政华还一度赴重庆调研 落马消息引起外界关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台海局势有关消息 台湾国防部在十月一日晚间发布消息 说当天总共有十八架次的歼十六战斗机 四架次的苏三菱战斗机 两架次的轰六轰炸机 一架次的运八反潜机 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 而根据公布的飞行航机图 战机活动区域接近东沙群岛 而同一天台湾国防部发布消息 说在夜间又有十架次歼十六战斗机 两架次轰六轰炸机 以及一架次空警五零零预警机 突然飞入台湾空域 空警五零零预警机主要是在东沙群岛附近空域活动 而歼十六轰六机群从台湾西南空域绕飞到东南空域 然后再寻原机返回 根据来自独播媒体报道 单日三十八架次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空域 创下了台湾国防部发布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记录 此前的最高记录是今年六月十五日 当天一共有二十八架中国军机闯入台湾空域 引起外界关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CBC十月一日的报道 加拿大释放孟晚舟 中国释放两位加拿大人质斯帕夫和康明凯之后 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敏 还有加拿大驻美大使希尔曼一同前往白宫 这样的行程此前并未对白公开 鲍达明则向媒体透露此行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就两加拿大人获释一事 感谢拜登政府帮助 另外也需要与美国官员讨论印太政策 鲍达明在十月一日在白宫外被记者看到 他透露自己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印太地区的官员会晤 首先感谢美国政府帮助确保两位加拿大人获释 同时鲍达明特别提到这也是二零二一年四月访问美国期间 与美国官员一次谈话的后续 当时双方交换了有关意见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贸易政策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CNBC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一将宣布中国没有遵守与川普政府达成的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消息人士表示根据协议中国本应在两年内额外购买两千亿美元的产品 但是中国却没有兑现这样的承诺 而根据来自CNBC的报道 这样的宣布也将代表拜登政府对于中国迄今为止最有力的反击 戴琪将于周一在华盛顿就中国贸易政策发表讲话 目前还不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将如何回应 消息人士告诉CNBC 戴琪正在评估对中国不遵守规定的潜在行动 包括可能的额外关税 而戴琪周一的讲话也将标志着 川普政府在二零一九年签署协议最后三个月的正式倒计时开始 此前川普政府要求中国从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扩大对美国商品服务的购买数字 而此前比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 截止八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购买量是贸易协议目标的百分之六十二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菲律宾政坛有关消息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十月二日表示会退出政坛 之前他曾经接受党内提名参选下届副总统 而专家表示杜特尔特可能是位女儿沙拉杜特尔特竞选总统铺垫 杜特尔特今天公开表示 我公布退出政坛 在竞选副总统仪式上 他表示菲律宾人的观点是我不符合资格 绕开法律违反宪法 违法宪法精神 此前媒体报道 菲律宾总统选举在二零二二年五月举行 由于选举制度不允许连任杜特尔特无法参选总统 而他之前接受党内提名参选副总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认为杜特尔特的女儿在上月表示 自己不会在明年进逐更高职位 原因是与父亲已达成共识 两人之中只有一人会在二零二二年继续竞选国家公职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开始倒计时将迫使许多中国公司离开美国证券交易所 这样的行动也将加速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金融联系 并且将影响到超过二百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证券的投资者 据悉这些公司的总市值已超过两万亿美元 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指定如何实施改发的细节 并正在最终确定规则 其主席盖斯勒表示时间从今年开始计时 而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人士表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 如果不能获得涉及二零二一年公司财务状况的审计报表 美国监管机构可能在二零二二年开始正式对中国公司进行标记 由于预计到有关结果 一些投资者已经将他们在中国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 换成了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 总部位于荷兰的资管公司新兴市场股票团队负责人表示 从去年到今年年初以尽可能将所有的中国ADR换成了香港上市的股票 而现在中国的美国存托凭证 只占到它大概十四亿美元新兴市场投资组合的百分之一点五 而分析人士表示流动性在未来几年可能逐步转移到香港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会选择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而忽略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股票 此前美国监管机构多次表示 从来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有关于中国公司审计工作的透明报表 中国没有定期交出他们需要的文件 也没有进行真诚的谈判 而中方得在多个场合表示反对 说这是证券监管政治化 并表示希望通过对话来寻求解决方案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